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 今集會講的就是Suzuki第三冊的第一首曲 是由Martini所寫的Galvote 拉了這首曲我覺得有四樣東西 大家如果練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把這首歌拉得好聽的了 第一樣就是這首歌的速度 到底這首歌是多少拍的歌呢? 大家看到譜譜上面每個小節是四拍 那是不是代表這首歌是四拍的歌呢? 不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提示 這個我們叫做Cut Time 逢是看到這個標誌 即是說那首歌應該是Into 是一首兩拍的歌來的 我小時候學音樂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被這件事弄得很混淆 很混亂 為什麼呢? 因為明明一個小節是四拍 但是為什麼這首不是四拍的歌 是兩拍的歌呢? 是不是純粹是因為這個標誌 是Cut Time 所以我們當它是兩拍呢? 首先說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首歌當作四拍去看 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們當它是一首四拍的歌 一二三四 那效果出來就會很累積 是很拖很慢的 大家可以思想 一個小節裡面 那些拍子就好像一棵牆一樣 如果我們想音樂是很流暢的 自然是越少拍在中間越好 所以如果這一首不是一首慢的歌 是一首舞曲 Alegro Moderato 它不是In Four 它是Into 如果我們一定要這樣想 Into 那首歌才是流暢的 即使我們是練的時候 慢一點練 我都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是Into 那首歌才會流暢 第二樣東西我想說的就是 攻的速度 Bull Speed 攻的速度 很自然我們看到兩拍會慢 會慢一點 攻速一拍半拍會快一點 但我其實想說 不單止是這一點 而是什麼的Bull Speed 是拉這些Staccato 和Accent的時候的攻速 大家要知道 我們最初學Staccato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的先生有沒有這樣教你 壓實之攻 然後一拉的時候就放鬆 通常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實際上我們拉琴的時候 實際上拉琴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壓實之攻 然後去拉呢 不是的 我想說的就是 Line Staccato 和Accent都是 注重的不是我們落多少力 不是張之攻壓到琴多實 不是這樣壓到那麼實 我們根本都不會 不會這樣去拉的 那應該是什麼 是重要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幾短的時間裏面 收回一些力 第一 第二就是 攻速 不夠攻速 和你太遲收力的話 即使你落很多力下去 那一個都不會一個好的Accent 或者Staccato 譬如在第一句 如果我們是沒有攻速的話 就會把這兩個音拉得很重 即使我們用回開始學Staccato的時候 那個音色去拉 但是是不好聽的 或者其實開頭那兩個音都是 第三樣東西 我們要做到這些 Atticulation 一定是要在 正確的地方去做 我們不可以在 譬如我們要 子宮稍微離開條形 我們不可以讓子宮在中宮 在上半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控制不了子宮 一開始的那兩個音 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們見到那份譜 是上宮開始 很多人就會立刻 將子宮 擠響 宮尖 或者上半宮 但是這個 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你想一下 我們剛剛才說完這首歌是一首快的曲 要在快的速度裡面 這麼短時間之內 兩個音是用完全弓 我們變成這兩個音會出來很大聲 所以會不會 其實是用下半弓好一點呢 中弓以下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兩拍 這個兩拍是否等於 兩拍 長的音是否等於用完全弓呢 又不是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完全弓的話 變成之後的這個 一個一拍 你又要翻翻 你又要用全弓 然後才可以保證 跟著的這兩個音 是在下半弓 我想說的就是 拉走這一首曲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地方 你是需要用全弓的 其實只是下半弓就已經夠 下半弓才可以 做到那些跳弓 一些好聽的Staccato 你才可以控制到這支弓 你給這支弓上了去中弓 或者是上半弓 你是會很準的 你做不到那個 一個Galvo 一個舞曲的感覺 最後一件事 我想說的就是 關於這首曲的就是 Accidentals 一些臨時的轉音 大家看看在這一項 在這份譜的第三項 我們不要忽視這些flat 為什麼呢 這裏有一個Bb 我想問一下 這一首歌是什麼Key呢 是Gmajor Gmajor是不應該有Bb的 Gmajor是應該有Bnatural 那現在這份譜寫著Flat 代表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Key來的 這個是什麼Key呢 這個是Gm 即是表示這首歌已經再不在Gmajor 準備是去另一個Key了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一個 隨便一個音 一個臨時 我們以為臨時的一些記號 臨時好像不重要 但是在音樂上 但是在音樂上 Accidentals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看看 最後這個小節 連續幾個 有兩個 Accidentals C-Sharp 然後Bnatural 剛才我們才說 我們現在在Gm Gm才有Bb 但是為什麼 這裏又會出一個Bnatural呢 因為 因為 那個旋律呢 是準備回回去 首歌的Key 即是Gmajor 是轉接的 所以我們拉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看看那些音 準不準 你不準的話 人家就不會有 或者觀眾 是不會有一個感覺 知道你想做什麼 知道音樂想做什麼 別人想聽到的是什麼 是由Gmajor 去Gm 經過什麼 然後回家 回到Gmajor 如果你中間的路徑 是不清楚 是不準的話 這個比較大件事 別人就不會覺得 我回到Gmajor 這首歌 我想Suzuki 特意選擇這首歌 因為中間這些轉的音 Extentals 剛好都是用到一手指的 C-Sharp 但是跟著是Natural 你的一手指一定要 一手指一定要 退回上一點 一定要退回高一點 這個是Flat的位置 就是搬回它上去Natural 但是跟著是你又要退回低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份譜上面是寫著FNatural 是E線上面的FNatural 就是這個音 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拉這首歌 有四樣東西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那個速度 Intool 以及弓的速度 弓的速度 就是我們拉Staccato 拉Action的時候 應該要有的速度 還有注意 你在弓的哪部分開始 什麼時候要在上半弓 什麼時候在下半弓 在這一首曲裡面 九成的情況 九成的時候 不要讓弓過中間的點 因為你之後要很辛苦 才可以回到下半弓的 不要怕了下半弓 放鬆手腕 你自然就可以用到下半弓的了 第四樣就是 不要忽視這些 accidental 雖然叫做臨時 但是其實在音樂上面 是很重要 是有特別的意思 通常十次裡面九次 都是代表key change 小時候學拉這首曲的時候 先生叫我背譜 我從來沒背過譜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一下子要背兩版背不背 但是原來拉拉一下 又都做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開始的八角小節 在整首曲裡面 是不斷都會聽到的 只要是拼合後的那些 樂段其實就已經拉到 我自己覺得 當背譜的時候 是可以逼我們 想一個長一點的樂句 不會讓我們 只是局限起 某一兩個音 或者某一兩個小節 是無形中 讓我們拉緊 是暢順很多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今集之後 會不會都想試一下背譜 利用剛才我說過的那四樣東西 是試一下 在留言那裡可以告訴我 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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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